欢迎来到KK音乐 在亚洲娱乐圈最备受青睐的韩国女星 当属孙艺珍和宋慧乔莫属了 说来也怪 孙艺珍和宋慧乔虽然年纪相仿 还是老乡 出道相近 但两位并没有合作过 哪怕一次同台都没有 要说二者的交集 大概除了玄冰这个大帅哥 就只有宋云儿这个漂亮大姐姐了 作为两位女神在圈内的共同闺蜜 宋云儿在亚洲的知名度并不高 而对于她和二婚影帝的婚姻 韩国的观众至今都颇有微词 去年还被网友追问 小三说 即便是韩媒公认的剧抛脸 但受舆论的影响 在韩影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存在 韩国网友不待见她 并代表亚洲其他国家的网友 不喜欢她 相反国内不少80后至今仍然对她 念念不忘 出道23年 宋云儿也贡献过不少经典佳作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应该就是20年前播出的 《情定大饭店》了 这部电视剧 可以说是很多80后的第一部韩剧 宋云儿饰演的徐真英 漂亮有气质 情分又执着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宋云儿出道晚 25岁才踏入娱乐圈 但出道即巅峰 出道两年 28岁的她就凭借着 情定大饭店 轻松在亚洲走红 出生书香世家 人美 气质好的宋云儿 当年备受经纪公司力捧 合作的演员都是大事 当时与之搭档的男主 是一年后 凭借冬季练歌 引领寒流的裴永俊 女配角 是一年前凭借蓝色生死恋 爆红的人气女星宋慧桥 俩人的友情也是由此开始 男配则是四年后 迎娶大美人金蓝珠的实力派 金程佑 这部剧在十一年后 还被内地翻拍 名字改为偏偏爱上你 在湖南卫视播出 由韩雪 于何伟和丁子俊主演 当年也曾创下了 不俗的收视记录 成名后 快三十岁的宋云儿 并没有停留在电视圈发展 而是在电影圈里寻求突破 大地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演员 宋云儿首次主演的影片 就取得了成功 画风欢乐的光复节特赦 不仅是拿下了最佳剧文奖 还助她拿下了金钟女配和青龙女子助演奖 也正因为这部剧 她遇到了如今的丈夫 被誉为韩国中午路三驾马车之一的薛景球 电影之后 合作默契的宋云儿和薛景球还传出了绯闻 不过当时薛景球已经娶妻 生子宋云儿也有男友 两位的绯闻也就不攻自破 她的男朋友是当时很火的小明哥 安在旭 两人因合作坏朋友结缘 安在旭曾公开对着粉丝发誓 自己绝不会和圈内人谈恋爱 没想到她很快就败倒在了宋云儿的石流裙下 可见宋云儿的魅力有多大 有点遗憾的是 这段阴系深情的恋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忙于事业的宋云儿 最终以南方个子太矮为由 放弃了这段感情 服务演的分手理由伤了安在旭的心 也影响了她在观众心中的好形象 接连出演的多部作品都反响平平 不过宋云儿一向不太在意舆论 没过几年她就不顾绯闻 再次携手薛景球合作了一部爱情片 《错失的爱情》 二搭之后 俩人就擦出了真正的火花 在电影上映一年之后 正式从同事变成了情侣 就在观众恋情的半年前 薛景球才宣布和前妻离婚恢复单身 由于俩人在一起时间太古微妙 宋云儿被置小三插足的舆论 在网上蔓延开来 一开始 宋云儿和薛景球的爱情 并不被人们所祝福 女方的家人更是坚决反对女儿 嫁给二婚的薛景球 好不容易得到家人的认可 怎知发布婚讯没多久 薛景球前妻的亲姐姐 又出来告事情 其发文声斥责薛景球 对婚姻的家庭不负责任 暗讽宋云儿是小三上位 还呼吁网友一起抵制她和宋云儿的结婚 受不伦恋舆论的影响 两人的口碑下滑 事业受挫 婚期也被延期 直到2009年 36岁的宋云儿才如愿地嫁给了薛景球 婚礼现场很简陋 只有少数亲友团参加 嫁作他人妇后 宋云儿变得格外的低调 心甘情愿在家相夫教子 整整六年没有在大萤幕上露面 再次复出时 宋云儿已经42岁 但有实力加持 首部复出之作 妈妈就取得了显著成绩 还助她拿下了百奖施后奖杯 不仅实力不容小觑 美貌和状态也依旧在线 在德K2里 43岁的宋云儿 不仅实力和美貌 碾压26岁的林云儿 和小14岁的池昌旭 组CP 不仅是不违和感 还很好嗑 这些年 宋云儿虽然凭借实力和美貌 渐渐地赢回了观众的喜爱 事业也是逐年回温 但还是有不少的粉丝 仍对过去的舆论耿耿于怀 去年上半年 就有网友 就在其社交的动态下留言 我很好奇 你真的不是小三吗 被指小三18年的宋云儿 终于勇敢站了出来 回复道 从没做过您说的这种事 我绝对不会那样活着 您所认为的那种事 是不可能的 为了爱情 宋云儿在事业正当红时 毅然放弃了事业 面对网友的诋毁 他忍气吞声十多年 如今他终于肯勇敢站了出来 用实力让质疑者闭紧了嘴巴 证明了 亲者自亲 虽然事业不再红火 但他家庭幸福美满 为人随和 大方 对名利淡然的他 和圈内诸多艺人 都是挚友 人缘很不错 除了文章开头说的 孙亦珍 宋亦乔 金太熙 崔智友 金喜善 何志愿 李真贤等人 都是他的好姐妹 但出娱乐圈的这些年 宋云儿也没有放弃自我的管理 坚持健身 养生 48岁的他 依然是美貌如花 身材气质 状态皆完美 和小九岁的妹妹 孙亦珍合体拍广告 年龄差并不明显 更难得的是在眼里依然有光 模样和当年的徐真英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岁月似乎对他格外温柔 下半年 宋云儿将写新剧 女王之家回归 该剧讲述 不知道那是丈夫的外遇女人 还为其加油打气的 一个女人的婚外情故事 推理悬念题材 有曾指导过交集的罗曼史的江哲宇 指导有美貌 有演技的 宋散漫 不紧不慢地走好每一步 能否再创佳季 相信时间会给予最好的诠释 祝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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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